欢迎捧场照理说事 本届世界杯除了有一大批明星球员 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明星教练 无疑 穿衣抠鼻都有型的超级帅哥 德国队的主教练勒夫 就是最大的明星教练 但非常无奈的是 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失望 作为卫面冠军的德国队 连小组都没能出现 并且还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以0比2惨败于二流水平的韩国队 乐夫的去留问题 这无疑成为了议论的焦点 消息来得很快 就在7月3号 德国足协就已经在官方推特上宣布 乐夫将继续担任德国主教练 原因是德国足协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 当时参会的所有成员都支持乐夫继续留任 这个就让很多我们中国球迷感到意外 因为德国队的这次惨败 尤其是有史以来首次输给了亚洲球队 这样的惨败跟我们当年1比5输给泰国性质基本上一样的 用我们足球民宿范志毅先生的话说 就是输得连脸都不要了 当年主场输给泰国之后 我们中国足协立马宣布主教练卡玛乔下课 并且给了他一笔高达5000万的巨额赔偿 当然中国队输球之后换帅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要知道中国就这20年当中就有过时任主教练了 然而德国人却依然坚持选择乐夫这位败军之将 难道是因为他曾经有过辉煌还是因为他长得帅呢 显然都不是 这个呢就跟德国人性格当中追求严谨稳定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德国人的严谨让他们认为一支球队的成败 虽然主教练会有很大因素 却不是唯一的因素 输了球就换帅 无疑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一个人的头上的泄愤行为 不是很理性 另一方面德国人追求稳定不喜欢变化 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应该再给乐夫一次机会 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德国队的情况 与其冒险去更换一个不知好坏的主教练 还不如让他接着赶 要知道德国国家队自从1908年成立以来 一共只请过十位主帅 并且无一例外都是本土教练 德国人懒得换的除了他们的国家队主教练 甚至连总理也是一样 目前的总理莫婶也已经连人四届了 其实德国人追求稳定 从德国人最常用的一句口头禅中就能看出来 德国人见面打招呼不是说您吃了吗 而是非常铿锵有力的一句 中文意思就是秩序还好吧 或者说一切都在秩序中吗 在这儿我们并不是在吹捧德国人 严谨和稳定这两个看上去绝对正确的词语 却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正面的效果 我们可以大量的猜测一下 下一届世界杯如果乐夫依然是主教练 成绩依然打脸 那德国人还会继续用严谨的态度去追求稳定吗 那德国人还会继续用严谨的态度去追求稳定 那德国人还会继续用严谨的态度去追求稳定